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嗯 蛋超级滑嫩 带一点淡淡的奶香 番茄炒的酸酸甜甜 真的是绝配 很多人都不知道应该先炒蛋还是先淘番茄 总是抓不到秘诀吗 下次不妨用这种方式试试看哦 番茄炒蛋人人人会做 但是今天我们要结合西式的欧姆蛋 让知道家常料理变得更有亮点 先切蔥段 來蒜頭 番茄 好 我們先用橄欖油把蒜頭跟蔥段爆香 好 接下來我們要把番茄放進來了 番茄醬 加一些糖 一點鹽 蓋蓋子燜三分鐘 好 番茄軟爛了之後 開大火把醬汁收乾 好 我們三顆蛋加入半顆蛋的鮮奶油 然後取的鹽 白胡椒 好 打到要非常的均勻 加入奶油讓它融化 化起泡泡之後我們把火先關掉 讓它降溫 蛋再放進來 蛋進來之後再把火打開 不停的攪拌 把它略微凝固之後 把起司放在比較靠自己的這一邊 把它捲上來 我稍微傾斜喔 讓它的側面也可以碰到 OK 嗯 很多人都不知道應該先炒蛋還是先桃番茄 總是抓不到秘訣嗎 下次不妨用這種方式試試看喔 有什麼可怕? 我們會的 好期待